大家好,我是丁一腾 我没首歌的故事 而且我没首歌的失恋之后写 大妖子就是因为当时分手了 然后呢,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就到楼下呢,去点了两串大妖子 吃完之后,就心有所感 然后就写了一首歌 我一般都用诙谐的方式来迎接告别 网友开玩笑说,节目组请了丁一腾都省了配乐钱了 对此你怎么看 也没人结这个事啊 也没有结,也不提了,黑不提白不提了 我点了好几回,严敏导演我也点 然后有磊哥我也点 现在的片配曲那个,就是我的那个配乐 倒在公屏上给我结个账 开玩笑